我们常说生活中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你们说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如果老公意外去世了 只剩下年迈的公婆 她应该留下来吗 灵灵和老公结婚两年是相亲认识的 灵灵自己说她跟老公没什么感情 因为当时灵灵刚结束了一段伤心的恋爱 她当时就想着 找一个条件不错的老实人结婚过日子也挺好 就答应跟老公结婚了 灵灵的父母要了18万的彩礼和一套房子 他们俩就顺利的结婚了 他俩婚后也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夫妻关系 像所有相亲认识的夫妻一样 互相努力迁就着 结婚以后灵灵的老公也想过要孩子 但是灵灵那时候才25岁 她觉得自己还年轻就没同意 第二年的时候灵灵和老公就开始积极的要孩子 灵灵也很积极的在备孕 可那个时候灵灵的体质检查出有一点问题 一直没有怀上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多注意保暖 养养身子就可以怀孕了 每个女人都是想做妈妈的 从那以后灵灵就积极的喝中药治疗 加上注意保暖 很快她的身体就达到了怀孕的标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老公却发生了疑问 在这之后灵灵就一直陪着公公跑赔偿的事 一般遇到这种赔偿的问题都是比较麻烦的 这一跑就是两个多月 这赔偿款下来以后灵灵也算是懂事 一分钱也没要 心想着给公公婆婆养老用 因为灵灵觉得公婆再没有了儿子以后 老年生活可能会很困难 而且灵灵觉得自己还年轻是可以改嫁的 就把这个想法给二老说了 结果婆婆不乐意了 婆婆说 结婚到现在都没给他们家生个孙子 不能这样就回娘家改嫁 婆婆说 要么就给他们养老送终 要么就把18万彩礼退回来 要不然就不能回娘家 更不能改嫁 灵灵就觉得呢 其实自己做的已经够可以的了 赔偿金一分都没有 但是还要灵灵把彩礼退回去 灵灵觉得有点过分 你说对于这种失毒的家庭 这种问题确实有些棘手 而媳妇呢 还年轻 你说让她一辈子就待在公婆家伺候公婆 好像也不太合适 但是话说回来 刚出事你就要走 又显得有点薄情 其实看得出来 灵灵现在就是被结婚的时候 那18万彩礼给绊住 想改嫁 但是呢 又不想把这笔钱给退回去 而且灵灵觉得就是因为考虑到二老以后的生活问题 所以她赔偿金一分都没有要 已经很可以了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在婆家进一进孝道 等到二老的心情稍微平复一些 再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会不会好一点 毕竟老两口失去这唯一的儿子 心情一时间是难以平复的 那么 你怎么看 老公意外去世 婆婆有权利不让儿媳妇改嫁吗 如果儿媳妇改嫁 婆婆有没有权利把这个彩礼 要回来呢 评论里聊一聊吧 我是思汗 感谢你的聆听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